胖胖胡 点击订阅哦 圣诞节礼物 明天是圣诞节 德拉想给丈夫吉姆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 是不是和吉姆的金手表很配啊 吉姆有块金手表 但是表链太旧了 现在几点了 吉姆每次看表时都会十分小心 不愿意被别人看到 那让德拉很难过 这个如果装在吉姆的金手表上 一定很合适 可是钱不够啊 这时候 玻璃窗上照出德拉又长又亮的头发 啊 我有办法了 哇 你怎么舍得卖掉这么漂亮的头发呀 你决定真的不会后悔 哎呦喂 这头发多老顺 现在可以买礼物了 德拉剪掉了头发虽然很伤心 但一想到吉姆会非常开心 她就觉得心满意足 应该很适合德拉吧 哎呀 吉姆 快过来 德拉 你要是知道我为你准备了什么圣诞礼物 一定会很惊讶的 你会更惊讶的 可是 德拉 你怎么戴着头巾呢 天呐 你的头发怎么 我特别想送你这份礼物 德拉 你是为了买这个 把头发剪掉了吗 吉姆 我头发短了 你很失望吗 不 不 你别误会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永远爱你 看了这个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吃惊了 吉姆递过来的礼盒里 装着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发家 是德拉很久以前就想要的 但因为太贵 他们一直都买不起 谢谢你 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的 对了 你试一下这个金表链 看看合不合适 你的手表呢 我们保管好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吧 其实我用卖这个手表的钱买了送你的礼物 我觉得今年的圣诞节特别幸福 是吧 他们互相确认到对方的真心 度过了一个比世上任何一对夫妇都要幸福的圣诞节 德拉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在APP上 畅玩各种各样游戏 变кив 变唤唤 fifteen 变唤唤 wh 变唤一变唤 变唤变唤的